我們看這一點 他說將質量M的均質繩放在傾斜角 傾斜角是SIDA的光滑斜面上 兩端受不同大小的沿斜面力作用 F1比F2大 使縱繩沿斜面向上做增加速度 所以F1已經在這裡,為什麼?因為他是往上移動 他說F1等於F大於F2 所以F1一定在這裡 不可能這裡 不可能這裡的話 他力量比他小的話,他就掉下來 怎麼會往上加速 好,使縱繩沿斜面向上做增加速度運動 釋求第一個 繩子的 加速度 好,那怎麼做? 我就把對象釘在這裡 然後我在 這個方向力方程式 這個方向有幾個力 就F1向上 F2向下 還有重力在斜面方向的頭領 這個呢 我以前教那個李花 不過很久以前 這叫下滑力 叫下滑力 叫下滑力 現在的話呢 不曉得有沒有這樣叫 下滑力的話就等於 Mg 投影在 這個方向 cos這個角度 cos這個角度 就是sin這個角度 所以在減掉 mg sine的系統 所以mgsine系統 事實上就是下滑力 下 這個就等於多少呢 會等於ma 這等於m a 那a就可以算出來 a就等於多少 m分之 f1 減f2 減掉g 三型 這是第一小題 好,再來我們看第二小題 第二小題他是問說 距離縱省上端 四分之一的地方 這四分之一的地方 所以這裡的話是四分之一mg 這個地方 他的張力 tc 這裡 這個地方叫c 那我現在把對象釘在 這個上面 這上面的話 他受到me f1 f1 他還有連這個張力往下拉 減掉多少呢 tc 他在減掉的話 減掉這個下滑力 這個質量是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 mg 三型 那會等於ma 會等於 四分之一 ma 那a的話就這個 乘以那個a a的話就是m 或是f1 減f2 減掉連接三型 減掉 好那這樣的話我就 這個把它展開來 四分之一 f1 減掉f2 再減掉 四分之一 mg 三型 好那這個mg 三型就消掉了 那我把tc移過來 tc的話就等於多少 f1 減掉四分之一 f1 減掉f2 f1減掉這個的話就四分之三 四分之三f1 加 乎得正 四分之一f2 等於四分之三f1 加f2 所以答案就是這個 所以答案就是這個 師傅 照片 和一分之一 給大家看 一分之一 不能說 多於是 動物